以下這個補充 這還有在使用嗎? 有 這個是假日街頭藝人表演的場地 我是說相撲的部分 沒有 它這個相撲場一開始的時候有來玩過 對 後來玩一玩就 還是以那個街頭藝人為主 好亂 太麻煩了 不過這裡真的很受歡迎 它可能在大溪辦活動的時候 這裡是很好的表演場地 那平常咧 如果就算沒有街頭藝人 買了豆干 買了什麼東西 大家在樹下面吃東西 在廁所 帶小孩 他們有遊樂區 所以假日的時候 大溪公館滿受熱的麻煩 這裡有愧感 然後這裡洗那個蒸籠 夏天的時候 有很多人戴著蒸籠在這邊洗 然後這裡有小孩在這邊洗澡 夏天 因為陽光會從那邊靠過來 我覺得這個禮拜一定會冒煙 因為今天晚上開始要下降到十度以下 十度以下的時候 如果這裡有震油 那震水會變成重溫 它本來不就是這樣 所以外面天氣冷的話 這邊開始冒煙 所以晚上有太冷的時候 我都會晚上來看它冒煙 這個水很棒 那這個水看起來 還不夠古喔 你看這一邊 這個水很黑黑的啦 說什麼香火鼎盛啊 之類之類 沒有喔 我們大溪喔 這些大天啊 就神將 它一年就是為了一天很重要的事情 要出來 所以非常乾淨 這個你看中間黑色這裡 是人的眼睛看的地方 人進去穿進去把它扛著走路 這樣子 那在新北市那邊 就是屬於這個陰間的 或是王爺 之類之類比較多嘛 那我們大溪沒有陰間 我們大溪完全就是 三國演義天上的神將 這樣為主 所以我們沒有在叫七爺八爺的 我們就叫大仙翁 國語喔 就寫大小的大 這個國王的翁 翁 大仙翁 這樣子 那這裡帥哥 這一個喔 是關平太子 就是關聖帝君關公的兒子 關平太子 另外關公的兒子 關羽的兒子 那另外那邊黑臉喔 周昌 是我們關聖帝君的 千馬的將軍 他的旁邊的武將這樣子 一文一武就對了 都是乾乾淨淨的 那我們大溪是 喔你才叫頂頭喔 不覺得我們大溪頂頭 我們大溪叫做色頭 一個色喔 一個色底下有好幾個陣頭 我們大溪有三十多個社 人很多喔 那什麼人會 哪來那麼多人啊 我們 市農工商街上的人 做生意的人 包括年輕小孩大專程都是喔 那你也看到啊 我們每年為了關公的生日喔 慶典的那一段時間 那三十天裡面 我們才會出來 自己在那邊練習 不是職業的 類似古代的子弟系 不是職業那種的 就是啊 親戚朋友喔 家裡的小孩 我們公司裡面的員工 通通出來 要騎老練 那觀眾生日那一天結束了 解散啊 回家 所以就不會有什麼 喝酒打架吸毒那些事情 不會有 我們這個慶典 結束了 市農工商 再回去上班啊 回去讀書 所以大溪的風氣 的那個 鎮頭風氣喔 很棒 不一樣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那個 其實還有殺豬拔毛的 我真的要找一下 那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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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搬進來看 沒關係啊 不用不用不用 不會我現在搬 我會不會壓倒 大溪這個地方齁 是在清代的時候 它最少開發是在 1755年到1788年 就是250 四五十年前這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在山區 你們會這樣開發喔 因為我們的後山 就是雪山山脈 上面有 樟腦 茶葉 煤礦 那 煤礦 能源嘛 那茶葉 民生必需品 樟腦喔 是軍火工業的原料 樟腦是軍火工業的原料 對 就是樟腦提煉出塑化物 加入火藥裡面喔 一擊發的話 比較沒有煙 在戰爭的時候 比較沒有煙 會獲得優勢喔 這樣會被發現 對 還有被火藥可以更有效 這樣子 這很重要的物質啊 這樣子 好那 所以清代的時候 清國政府 流民船 就為了樟腦 到山區裡面 就攻打我們 大溪山區的泰雅族 流民船來台灣打仗 是在這裡打的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日本時代 日本人1895登台 馬上就 就到了大溪這邊 哎 這個山區怎麼會 這麼受到重視 原來它有 重要的山林物質 台灣到處都有山林產業啊 那為什麼大溪 特別受到歡迎 特別受到重視 因為 它有一條 東西再好沒有用 你運得出去嗎 因為大 大溪這個地方 它有大漢溪 它是北台灣 能夠到山區裡面 最內陸的內陸港 所以山裡面的山林產業 也可以遠遠不斷的 往大溪這個山區 一直運運到大稻埕 運到淡水 到出海 到廈門 到香港 到歐洲 這樣子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因為它的交通便捷 那一直衍生一生 到後來 日本時代 就發現 哇這個地方那麼重要 一直在這邊 相當多的建設 比如說老城區 神社 公會堂 另外呢 警察宿舍 這些東西 都會在 這個小島上面 大溪老城區 這個地方 像個小島一樣 譬如說 河床 海拔高度大概80 75到80 72到80 之間 那我們這個小島上面呢 海拔 110到115 115之間 這樣子 那我們後面的山 三層 齒五 海拔200 後面 就取勝山脈一直上去 它是有層次的一個地方 取勝山脈 就剛剛說的山林產業 所以它整個是非常完整的一個城市 一個很好治理的地方 折天獨厚 這樣子 那 在行政時間 來到這個國民政府時代 因為 桃園台地上面 也很重要 叫鐵路 大環境 他們 絕對 取代了交通 大汗系自然沒有再用好這樣子 那 在國民政府以來 就會大溪變得比較落寞一點 但是 但是 1949年 6月21號 國民政府的元首 蔣介石 就到這裡來住 這裡一個蔣工行館 那相 後面這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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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6月21號 蔣介石來台灣住的第一晚上 就是這一棟 大溪工會台 那也就相對的 這個老城區 又有安全的顧慮 到處都是憲兵 所以它的開發會受限的 那它沒辦法跟著這個 整個大環境 六年年代 七年年代的經濟體肥 非常好 所以大溪一直是落寞的 後來到了近代 大溪就開始走 好山好水 開始發展觀光 變成現代這樣子 那其中過程的經過這個 池湖兩蔣 都到大溪嘛 所以大溪的名氣會提高 這樣子 不過 台灣到處都在發展 尤其也是觀光 也到處在發展 為什麼大溪 它沒有很明顯 但是它走得很穩 是因為 它有得天獨厚 無可取代的大環境 大漢溪 大漢溪谷 河街地形 加上這個大量 因為以前就是比較落寞 所以沒有被改變的 大溪老街的歷史 傳統建築群 跟歷史街道 這些都大量的保留 這全桃園 這些歷史建物 歷史街道 等等等等 密度最高 也是數量最龐大的地區 就是大溪老城區 所以到現在大溪老城區 會這麼多人來走 會覺得說 好像沒什麼 可是它可以走一天 突然間就過去了 讓人家不知不覺會很 對這個地方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是這樣 走一天 來自古墓 你怎麼會很會 向前面 對這獨木 中這獨木 下山 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